真是太悲伤了 我是说太兴奋了 Dome格发布了《时钟宇宙》第40集 久违的G-Man启示录终于降临 而且这不仅仅是普通的G-Man 而是一个前所未有 规模超级庞大的启示录 大到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 让我们这些苦等了5个月的观众 总算有个交代 值得 这个等待是值得的 不过如此庞大的威胁 联盟也终于集结了所有的泰坦 那么究竟联盟会怎么应对呢 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就来解析《时钟宇宙》第40集 也是《时钟宇宙》直至目前最疯狂的一集 泰坦影响人和铅笔女泰坦 还在卖力地攻击赛博格马桶 不过他们似乎根本都打不完 杀了一个赛博格 就会多两个赛博格出现 就如我之前所说 博士和Kainer可能造了数千个赛博格马桶 为的就是拖慢泰坦的脚步 让G-Man降临人间 突然两个发黄的电视屏幕飞了过来 焚烧了赛博格马桶 泰坦电视人终于赶到现场支援了 毕竟他安装的卫星 现在有联盟的部队看守 只不过 他不担心苏吉会成功亥如卫星解除程序吗 这个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反正启示录最终还是降临了 泰坦电视人缓缓地转过头望向神后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赛博格的数量变得更多了 但是 随之而来的还有赛博格的老大 他们称赛博格妈妈 赛博格妈妈一脸哀怨地望着眼前的泰坦 然后 率领自己的孩子发起了进攻 三个泰坦也直接迎战 双方人马打得死去活来 这时候 泰坦影响人加入了战局 升级后的泰坦影响人也不是G-D 他一登场 就解决了五六个赛博格马桶 实力非常强悍 随后就是铅匹女泰坦 他的攻击也相当暴力 还直接开大招干死了几个赛博格 接下来还和泰坦影响人一起组队攻击 战斗画面非常精彩 一时间我还以为自己在看复仇者联盟 泰坦电视人拿过了泰坦影响人的吉他战斧 然后腾空飞起 一路斩杀了好多个赛博格马桶 眼睛都不眨一下 但是他最终还是遇到了赛博格妈妈 被他按倒在地 妈妈问他 你那么久不眨眼 眼睛不干吗 然后就对泰坦电视人来了一顿机箱扫射 由于妈妈的体型有点大 泰坦电视人也被按在地上起不了声 这时候 赛博格妈妈身后突然来了一个泰坦 是泰坦监控人 他反问赛博格妈妈 现在是讨论眼睛干不干的问题吗 这时候的泰坦监控人 已经进入暴走模式 赛博格妈妈见到他 也快速的躲开攻击 但是 妈妈还是忘了回答泰坦监控人的问题 所以 泰坦监控人就直接用核心炮 把赛博格妈妈的头给烤干了 泰坦电视人见到自己的兄弟 又开启了暴走模式 他也是一脸懵 泰坦监控人会进入暴走模式 也是因为Ryu召唤了赛博格马桶突袭了他 当时 为了能够挣脱THX 泰坦监控人才开启了暴走模式 只不过 Ryu那个时候说他听到了BOSS的音乐 现在也不知道他怎样了 是不是已经被泰坦监控人给干掉了呢 此时的泰坦监控人 不知道为何看起来还是很生气 他一边攻击赛博格 一边盯着泰坦电视人 感觉 像是把泰坦电视人给吞了 泰坦电视人也问了泰坦影响人 这家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泰坦影响人也是一样完全不在状况 随后 铅笔女泰坦望向了另外一边 原来是恶龙泰坦飞了回来 他缓缓的降落在地面 泰坦影响人见自己的好朋友安全回来 就激动的上前打招呼 却没想到 恶龙泰坦的状态还非常不稳定 直接一拳 把泰坦影响人给打飞了 这个画面 又好像在哪里见过了 突然间 恶龙泰坦仰天咆哮 此刻 恶龙泰坦最大的黑特 泰坦电视人就在他面前 泰坦电视人也很不给面子 讽刺恶龙泰坦连一个脑细胞都没有 自己的队友都敢打 恶龙泰坦也爆走了 他发射激光 铅笔女泰坦赶紧打开了能量盾挡下攻击 然而激光威力过于强大 能量盾就这样被打爆了 泰坦电视人挡在了女泰坦面前 准备自己对付恶龙泰坦 也就在这个时候 钟声响起 一道光束滑坡天际 泰坦石中人终于赶了过来 啊 泰坦石中人的BGM 还是那么好听 泰坦电视人又露出了ROBLOX男人的脸 然后对恶龙泰坦说 哈 你完了 不过 现在的恶龙泰坦连一个脑细胞都没有 他又怎么会害怕泰坦石中人呢 恶龙泰坦再次咆哮 准备攻击泰坦石中人 泰坦石中人开始叙利 想必是要把恶龙泰坦直接制服 不过 他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 转过头 直接启动 圣旨 降服 恶龙泰坦最终也被泰坦石中人给降服了 终于冷静了下来 那 泰坦石中人在那一瞬间究竟看到了什么 要是把画面暂停 就能看到有一个模糊的形状 不过 这个明显就是神秘人DOM的头 嗯 神秘人再次干涉石中宇宙 再仔细看的话 下方竟然出现了一串模糊密码 我对密码进行了破译 得出来的结果是 DONT DONT 不要 这部分 我就会点纳闷 神秘人插手告诉泰坦石中人 不要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要泰坦石中人 不要降服恶龙泰坦吗 还是当时 泰坦石中人是想要直接铲除恶龙泰坦 然后 神秘人提醒了他 他才改变招式降服他呢 不过 仔细看泰坦石中人使用的招式 他看到神秘人之前和之后 似乎并没有改变招式的迹象 好像从一开始 他就只打算要降服恶龙泰坦 并没有要把他铲除的意思 这么说来 泰坦石中人是无视了神秘人的警告吗 神秘人暗示泰坦石中人别这么做 是因为 这个举动会改变未来故事的结果 从而让故事往更加不好的方面发展吗 这部分就有点难猜测 但是结局会变坏 我也不意外 毕竟 Dom说过了 石中宇宙不会有开心的结局 嗯 接下来的故事 真的是让人越来越期待了 降服了恶龙泰坦后 泰坦石中人终于说出了那句 让人期待又兴奋的话 噢 不好意思 播错了 然后就如大哥一样 率领着其他五个泰坦 前往一号基地做个了断 画面来到了Kleiner 这时候的他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对G-Man大声说道 别担心 Jimmy 当你启动以后 他们就无法再害入你的系统了 除非他们能够直接把你给杀了 这一段话 就是遁应了联盟要通过天线 骇入G-Man的系统 来终结启示录的降临 随后Kleiner拉动了开关 快速地逃离基地 此刻基地开始震动 启示录的进度条 也从99.9%来到了100% 联盟始终还是没能来得及 阻止启示录的发生 终于 G-Man启示录终于降临 此刻的基地已经剧烈震动 似乎有个远古魔神已经苏醒 正准备吞噬这个世界 G-Man也睁开了双眼 冒出了蓝色的光 这时的Kleiner还在逃命 马桶博士也刚巧走了进来 他看到了Kleiner 所以就顺利带着两人逃离的基地 镜头来到了外面 一只巨大的机械手臂破地而出 宏伟的一号基地建筑 就这样被无情的摧毁了 联盟见到这一幕 也是非常震惊 巨大电视人骂了一句粗口 然后告诉队友是时候离开了 然后他们就顺移走了 接着数百米高的围墙 也一个个轰然倒塌 另一只带着末日之间的巨大手臂 也破土而出 泰坦监控人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顿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大地开始四分无裂 更多的部位从地下冒了出来 已经清醒的恶龙泰坦 对着泰坦电视人和泰坦监控人怒吼 要他们赶快过来找庇护 然后恶龙泰坦就开启了能量护盾 此刻所有的泰坦都在恶龙泰坦的护盾底下 碎石一块块的砸了下来 直到把所有的人都淹没 尘埃落定后 启示录的真身也终于完全浮出地面 一颗巨大冒烟的头颅 身躯之下正在滚动的轮子 发出黄色能量的巨大核心 正在蓄力充能的激光武器 令人闻风丧胆的末日之间 如此巨大的钢铁堡垒 让身高接近百米的泰坦 都感到压迫感十足 钢铁堡垒的头颅 也是参考了一拳超人的巨人弟弟 两者可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 钢铁堡垒的上面 可以见到有好几个Gman 看来他们也是被复制的基因 现在已经被量产了 然后还可以见到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 那就是在第六集就已经死亡的磁铁马桶人 这个磁铁马桶人 是不是第六集的那个磁铁马桶人也不清楚 毕竟这集也只看到了一个 所以不排除他被复活了再带到战场上 不过要是有第二个磁铁马桶人出现的话 那就能肯定磁铁马桶人也是一样被量产的 但是Gman既然是被量产的 那他的真身究竟在哪里呢 在骑士路还没降临前 我们看到的Gman都只是一颗头 他的手臂身体也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终于明白了 因为他的真身就藏在这个钢铁堡垒内 操控着整个堡垒的所有行动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才没有看到Gman的身体部位 因为马桶人在和Gman说话的时候 他们应该就已经是在Gman的身体里面了 这么说的话 难道整个一号基地就是Gman的身体吗? Gman究竟有多大? 东哥在发布影片后不久 就上传了一张身高对比图 里面对比了恶龙泰坦和Gman的钢铁堡垒 这个钢铁堡垒竟然有1800米高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恶龙泰坦的身高有100米 展翅有150米高 他却连Gman堡垒的脚趾头都碰不到 世界最高的建筑哈里发塔 也还不到堡垒身高的一半 120米高的川崎哥斯拉和堡垒对比 也是和恶龙泰坦大通小异 要把哥斯拉身高跌起来的话 就要15个哥斯拉才有1800米的高度 你们看这张图的比例不对 是因为高度那边有点错误 1350米后 就直接1500米了 1400和1450米都不见了 Dom Gman钢铁堡垒的这一个高度 已经是刷新了所有马桶宇宙角色的新高 现在三重带坦在他旁边也只是个弟弟了 泰坦电视人见到这个庞然大物 他好奇的问道 这真的是Gman吗? 他怎么那么巨大? 而且他为什么不攻击我们? 到底为什么? 突然电钻领袖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他告诉泰坦 Gman现在正要前往联盟的总部 他们在使用我们的策略来对付我们 当总部和所有的基地都被摧毁后 我们将没有地方撤离 也没有地方进行升级了 Gman现在无视我们 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追击他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必须要 所有的泰坦都望向了同一个方向 第40集 结束 所以 Gman起诉录的目的 就是要摧毁联盟的总部和所有的基地 这样 联盟就会失去庇护所 没有地方撤离 也没有地方升级 这时候 马桶人再对联盟足以击破 这样就能获胜 结束战争了 不过 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马桶人和联盟 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看来只有少数人知道 这场战争如果还在继续 那最后余文得利的 肯定就是一次元的外星生物 现在 七号男子已经知道Betson里还活着 他见到Betson里后 我猜测 他应该会马上阻止Gman继续行动 然后 把真相告诉所有人 在和联盟一起策划 怎么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不过 点毒比反泰坦也还没出现 我有预感 他接下来肯定会把整个宇宙搞得腥风血雨 至于后续的故事如何发展 就要等待下一集的更新了 那这部影片就先到这里 40集 无疑是十中宇宙最劲爆的一集 希望DOM还能继续保持同样的水准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